接下來我們要上來的內容是有關於岩石跟礦物的用途 就把它背一背就好了 我把各家版本所寫用途都整理起來了 第一個就是瓷器 剛剛講過高齡土做陶根瓷嘛 所以呢瓷器是用高齡土做原料 然後呢 廢紙本裡面有滑石 廢紙本裡面有滑石 還有呢 鑽石硬度最大 珍貴的寶石 幾家的切割工具 什麼什麼一顆很久遠 對不對 鑽石很久遠 鑽石很久遠 一顆有流傳的 傳說女人最好的朋友 男人心中的悲哀 鑽石 它鑽石其實有很多很特別的性質 所以在工業上有很多的用途 可是我們就不講 我們只要說它很硬 很硬所以可以來做切割 然後很珍貴 所以現在很好的鑽石 然後鑽石就是震盪頻率 可是好像日本人發明 你們搬上這個鑽石中 是經過改良的那一種 就是我不爽的那一種 就是它的秒針是持續的走 持續的走 跟機械表一樣 正常的鑽石表的秒針怎麼走 一格一格跳 為什麼 震盪頻率 我亂講因為我沒有背 我隨便亂講震盪頻率一萬次一秒鐘 就當當當當一萬次啪一秒啪跳一格 當當當一萬次啪一秒啪跳一秒 這一格一格跳 所以正常的十一秒數格一格跳一秒 因為它要靠震盪頻率決定 靠震盪頻率決定 所以十一震盪頻率計時 然後餘母要叫你背過的 學園隔熱材料 餘母 學園隔熱材料 剛才剛才有叫你背 記得 還有 吃點放煉乳背畫 理化老師教過 記得嗎 氧化還原的時候教過吃點放煉乳 下面叫鹽鹽鹽鹽 背畫 鹽鹽鹽鹽就是背畫一句 還有呢 石膏做豆腐跟石膏醬 以前要加石膏讓它凝固 大家知道那個石膏醬 你不用回答我 請問你自己 你還記得石膏的畫學是嗎 你還記得石膏的中文學名嗎 如果有記得 很好 對不起李化老師 如果不記得 李化老師貴族 石膏 石銀沙做過 你剛要你背的 接下來還有一個是李化老師教過的 千米清叫石墨 石墨的俗稱叫黑千 所以千米的那個千是指的黑千石墨 不是金屬千 千米清石墨做 這是應該是李化老師教過的 李化老師教過的 好 背下來 雲母絕緣隔熱 石銀沙做玻璃 千米清有石墨 OK 好 還有 水泥有石墨 水泥有石墨 我們會在一些地方知道它 把石墨做水泥 然後消防疫裡面有十年 來 我個人不知道現在的消防疫裡面 還有沒有十年 因為原則上 十年這個東西現在是禁用不准使用的 它本身的一些纖維 就會造成一些疾病 被肺部造成一些傷害 同時它是一個致癌的物質 會造成一些癌症 包括什麼 肺癌什麼 還有很奇怪 肩皮瘤癌什麼 這些癌症 而且石墨這碗液的癌症非常 它潛伏期很長 你可能二十歲的時候 接觸過十年 然後五十歲的時候得癌症 你五十歲得癌症的原因 是因為你二十歲過過十年 聽懂嗎 它的時間非常的長 所以原則上現在十年是禁用 所以我並不確定現在 消防隊的消防疫裡面還有沒有十年 但是在一般外面是不再使用 所以以前你們那個 你們那個網子啊 你們用十年新網 這叫做什麼 潮石纖維網 你不再用它了 紅寶石 藍寶石 鑽石 真貴了寶石 不是所有的紅色石頭叫紅寶石 要有特別的種類 這個我也不懂 如果以後有人去學什麼寶石鑑定的 你就知道 什麼叫紅寶石 什麼叫藍寶石 什麼叫做竹木綠 那對第二項的重點是這個 第一項要多少以上 貝爾以上 為什麼要貝爾以上呢 因為空氣的灰質很多的石銀沙 它能夠抵抗石銀沙的磨水 所以硬度要在貝爾以上 所以寶石礦物的硬度要在貝爾以上 扒以上 只有一個寶石子算例外 珍珠 珍珠是很軟的 有一種破壞性檢驗 那它是真的珍珠的方法就是 拿起來放到牙齒裡面抹一抹 如果有一些粉粉的會出來 這有可能是真的珍珠 如果抹一抹什麼都沒有 你叫做塑膠 就是塑膠 但是大概你平常也不會有辦法來檢驗 它是不是真的珍珠 在這裡就是一個方法 珍珠很軟 除了珍珠軟之外 其他都要在貝爾以上 還有一些建材 什麼花崗岩、大理岩、石灰岩、安山岩、蛇紋岩 蛇紋岩 蛇紋岩是一種變質岩 曾經有人問過 我看一下就可以了 這些都是可以來都建築材料 因為呢 像花崗岩跟大理岩都是很漂亮 色澤很美觀 什麼之類的 所以花崗岩、大理岩、石灰岩 這些可以來做我們的建材 以上就是一些礦物跟岩石的用途 把我們前面都講過 要你背的東西給我好好背好 比如說石英可以做玻璃啊 雲母可以做絕緣格的這些事情 你就要記好 都要記好 就是有關於岩石跟礦物的用途 OK嗎 OK